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SKY TALK 还有今年我们做了 黑皮斯商学院 还有创业论坛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大家 不断学习的这种 热潮 那么同时其实也是会有一些人 去COPY做了一些类似的事情 那么开始觉得也蛮好 因为可以让大家 能够多一点交流 和学习的机会 但是慢慢多了之后 可能感觉就会有一点变化 然后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的主理人 大部分都是从舞者转型过来 然后并且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高学历的不多 那么可能是商科的 可能就会更少 并且能够在其他领域 或者是大环境有格局观的 那么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么这可能也就造就了 我们很多人没有太多的这种格局观 和这种商业的这种分辨能力 只看眼前 或者是只看到眼前十米的地方 看不到更远的这个地方 那么也会给大家造成 就是说 哎 麻木奋奋 今天大家做什么 你们做什么 嗯 没有大目标 今天可能这里COPY一点 明天那里COPY一点 嗯 行不行再说 那么我们可能可以不断去试错 没有整体的规划和战略 那么如果说像小公司 其实这么去做 我觉得也还OK 但是可能如果说 哎 又不满足 总想这个站一点 那个站一点 那么可能就是 让大家一堆人 去这么盲目去跟风的话 可能对于整个行业来讲 其实并不是说 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 对行业整体的这个发展 包括家属来讲 其实还是会有蛮多的副作用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Hitpiece 我们SkyTALK 其实我们不碰现象 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 整个行业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规划和发展 那么包括它的这种 健康度跟速度 其实是我们所关注到的 也是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蛮重要的 但是可能对于 嗯 线下的工作室来讲 那么它最终的目标 我们先不管前期什么目标 但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么让自己 大家能够做得更强更大 能够 有更大的这个市场的 这个占有率 这个其实 大家如果说能 稍微想一下 其实就能明白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和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这就是本质的区别 嗯 那么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说 在不断去学习进步的同时 还能去学会独立思考 那么初心是什么 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决定了你的行为 那么另外现在 其实也有蛮多的这种 营销课程 那么我看到的更多的 其实还是销售的模块 会更多一点 那么离营销 其实还有一些距离 另外还有一些的话 可能就是类似于 打鸡鞋 或者是成功学 那么做一个比喻的话 其实就是 相当于你喝了红油 哇 你当时会很兴奋 很爽 但是你过了那个劲之后 你其实会感觉到 哇 可能我会更累了 这是一个比喻 那么这个效果 其实就是不能持续的 嗯 再举个例子啊 那么比如说 女孩子对吧 她想要减肥 那么她可能就说 我不吃饭 然后完了 我吃减肥药 那么可能你这个效果 会比较快速 就非常明显 能够让你看到 能瘦下来 但同时的话 第一个 她是对身体 其实是不健康的 是不利的 另外一个 她不能持续 她是会反弹的 那么如果说是 你是去运动 对不对 那么可能刚开始 她的见效 可能没那么快 但是反过来说 她对你的身体 是有益的 是健康的 那么同时 她也是一个 可以持续去做的 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看到的 其实是运动的 这个方式 能够更加的健康 能够就是说 大家能够去做一些 有积累的事情 那么能够不断的 去持续的发展 这是我所希望能够看到的 那么再接着 说说营销部 对吧 今天的主题 就是说营销部 到底是干嘛用的 因为很多人 可能就觉得 一个工作室 其实刚开始开 那么除了老师这款 其实首先要做的 就是营销嘛 因为你没人知道 然后没有任何的 这个知名度 也没有说品牌的 这种规划 也没有说整体的 这种设计的 这些方案 其实这些都没有 那么一开始 可能就是营销先行 那就需要有营销部 那么很多人 可能就说 我没有营销部 但是可能你会有销售部 或者是你可能 去有宣传部 或者是有一些老师 他可能会坚持 做了一些类似于 拍照啊 视频啊 然后还有就是说 网络的微博微信的 这些运营呢 那么可能都会坚持去做 那么今天 我就跟大家来聊聊 就是说我所规划的 或者是我眼中的营销部 他都应该去做你一些事 或者是说他有你去工作职能 第一个就是品牌营销 品牌营销其实是一个 比较大的范畴 包括你公司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VI 包括你的slogan 包括你的可能的一些企业文化 包括你能够出现在公众 包括你去做的 所有的这些宣传里面 你所传递出去的 你对于品牌定位的 这个所有的这些活动吧 其实都应该属于 品牌营销的这个范畴 但是很多工作室 可能一开始 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位 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家店的 这个设计风格 那么跟我这个品牌定位 能不能够相符 或者是格调符不符 其实这些都没有 做一些具体的规划 包括可能我在 独播去推这些宣传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个 整体形象去推出 可能今天我推一个这个 明天去推一个那个 但实际 我们如果说 做到品牌营销的话 其实应该是 在你的用户脑袋中 有一席之地嘛 对 那你就得给它一个 非常立体的形象 比如说这个品牌 它是有格调的 它可能是有自己的文化的 它是会有自己一些 内涵在里面的 你能够非常立体的 去规划出 能够显现出来 或者能用语言 去描述出来 那么这其实应该 算是品牌 那么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可能大家都非常理解 我们需要去摄影 去拍照 我们需要去做 平面的这块的设计 比如说我们现在 工作是很多 我们每天都会拍一些 学生上个的照片呀 或视频啊 还有这些 也都会去涉及到 摄影这个范畴 那么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刚刚说到的这个视频 我们可能会拍一些 老师的作品啊 学生的作品啊 那么可能就是需要 加上后期的这个制作 然后完了我们再去 翻到网络上去推广 所以视频这也是一块 那么第四个 第四个是文案这块 文案这块其实也是 特别特别重要 包括你每次发的 所有的这个公众号的这些信息 包括你所有的这个 传单也好 或者是说海报也好 那么包括官方的介绍也好 其实当然都需要用到文案 那么第五个 可能就是现在比较热的 对吧 新媒体的这个营 包括我们的微博微信 包括在线的一些 其他的这个平台 包括就是说大众点评啊 或类似于其他之类的 那么其实都需要有 我们营销部的人去做营 那么第六个 可能跟线下更多 结合更多一点 就是活动的这个策划 那么包括你能够去 出一些什么样的idea 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创意 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方案 能够去吸引更多的这个人 然后能够跟你自己 公司的这个活动 能够有一些紧密的这些结合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它主要有这六大职能吧 在我看来 那么目前我所接触到 那么多家的工作室来讲 还没有看到说 比较完善的这个营销部 那么基本都是坚持做一些工作 或者就是说有单个岗位 然后可能是会有销售部 但你把营销部 做得比较完善的时候 其实对于你后边的这些脸条 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那么可能大家很多时候对销售会特别关注 那么可能我所给它规划的可能是属于市场部 那么市场部它其实就是需要有营销部的这个支撑 才能去发挥市场部的作用 市场部需要产品部和营销部去对它做支撑 那么如果说 市场部对吧 它天天只是在发传单 什么支撑都没有 那只是说发传单的话 那你想它能够有多大的效果 但如果说你有非常好的这个营销部对吧 你能够对它进行活动这个策划的这些支持 那么你能够对它所有这个发出去的所有的文案能够进行支持 所有的这个平面设计逼格格调都非常高 然后又能先帮它去做一些网络的宣传 那么加上这些东西之后 然后市场部再去推这些产品的时候 那么其实就是说 它的这种成交率 包括它的这种量 可能就是会多了很多 哪怕就是你最简单的 我就直发传单 那么这个传单的这个设计跟文案 那是不是很重要 如果说都非常好 格调非常高 那么OK 它也能够产生更大的这个作用 所以营销部的话 大家应该去思考一下 以前是不是在这块有弱化了 所以一个给力的营销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首先至少要保证我们链条的这个完整性 不让我们缺东西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再不断的去优化 然后去提升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做有积累的事情了 品牌的这个知名度 品牌的这个内涵都在每一度都在做积累 都在做提升 那时问题来了 那么没有这样的人 因为我们现在的小工作室 可能就是说基本上只能一个人 两个人去兼着做这样的这个事情 或者是主义人对吧 那自己去兼着做这些事情 什么都需要干 那么你再能干 可能也没有说这么全面的人 然后如果说招人的话 说实话也不好招 你如果说把这个当个模块 你都把它配齐了 那你可能需要招 真的可能就说六七八个人 十来个人 那么对于工作室来讲 成本又是太高了 这其实是一个蛮纠结的事情 这也是之前我跟大家沟通 大家提出来给我这个问题 就说搞不定 那么好 所以我们也是了解到大家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 好 为了解决大家的问题 我们 黑皮斯商学院 那么我们推出了一些配套的这个课程 就是我们黑皮斯商学院之营销课程 那么我们如果这次要去做这些课程 那么跟其他的那些课程会有哪些不同呢 可以跟大家去聊一聊 第一个 首先我们不打器械 没有成功学 有的可能只是给予大家能不断积累的技能 那么第二点 我们会根据行业的这个定制 对吧 那么这次我自己会出任办主任 那么会和各个模块的这个老师 也都是我们业内的这个实践的这个老师 然后去共同去研发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课程 然后玩了是非常全面 而且是系统的 因为了解到那么工作时 了解我们的工作流程 我们知道它应该用到哪一些 那么第三个 可能这次我们就会一边去学习 一边会实践 那么我们会有主题的这个演练 包括视频 我们都会让大家有一个 一整套的这个练习的这个过程 那么第四点的话 就是我们会是小班制 我们不会说量会特别特别的 大 因为我们今年产地一会儿也会说到 我们不会说也不允许我们能够有太多的人 那么同时就可以加入到属于我们自己行业的这个营销的圈子 大家可以一起去交流 那么对于我们自己营销这个模块 那么我们的提升也是可以不断的不断的去交流和学习 那么我们这次的课程种类大概会有哪一些呢 我们可能会有营销职能 包括品牌营销 包括我们的智能管理 包括我们的APP拍摄 包括还会有我们音乐剪辑 包括我们的摄影修图 包括平面设计 文案创作 包括视频拍摄 视频后期 新闻运营 活动策划 那么会是非常的这个全面 但是我们会把它分成几个模块 然后去把这些课程做细致的归类 然后让大家能够比较系统的这个学习 那么这次的这个老师会有哪些人呢 可能也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 那么首先我自己会讲一些课程 那么可能课程量不会特别多 可能有会有可能三个课时左右 但是我自己会去出任班主任 那么会跟大家在一起 包括沟通课程的这些问题 包括除了营销之外的一些 我们也可以去沟通 没有问题 那么还会有我们的这个Skytalk 还有我们Hitpiece的联合创始人 我们的骚承 对吧 音乐材质 那么他会跟大家去讲一些 App拍摄 App软件的一些使用 包括GoPro的一些拍摄和运用 那么当然音乐剪辑 也是离不开的 也会由他来跟大家去讲授 那么同时还会有我们的这个小树 我们的极限视觉摄影师 那么他就会给大家 带来包括我们的摄影 还有修图这个板块的课程 那么另外还会有我们的Dulu King 然后也是我们Skytalk 还有Hitpiece的联合创始人 那么我们之前所有的视频 在这块的这个制作 包括我们的海报 也都是由Dulu King带来 对吧 包括我们这一起 那么他也会给我们 带来一些平面课程 文件设计这块的课程 还有就是我们后期制作的 一些练习的这个模块 也都会带着大家一起 那么同时还会有我们的芋头 芋头也是包括我们这个氮气 这块产品 包括运营队多产品的设计师 产品经理 那么在平面这块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 也是我们invo design的联合创始人 所以非常给力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么还会有 芋头 对吧 超级节梦人是吗 然后他那是SPY的一号员工吧 从SPY一直开始建立到现在 都是他一直在做运营 也是我们街舞行业发展学会的副主任 所以他的话会给我们带来 文案创作的这个课程 所以的话也是期待 因为他之前也是有满多这种文案的经历 包括也有很多不错的这个文案的这个作品 包括SPY之前也非常多 所以大家也不可以看得到 那么好 还会接下来会有我们的怪童 对吧大家也都是非常的熟悉 之前跟他一直交道 他也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运营 也是我们黑皮斯跟SkyToker的联合创始人 那么他这次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媒 新媒体运营的一些课程 包括微博微信的一些运营 都会由他跟大家来享受 那么好 接下来就会涉及到这个视频拍摄 还有后期 那么也是请到了我们非常给力的业内 业内美誉度 口碑度都非常高的黄海龙 那么他的话就是会给大家带来视频拍摄 还有视频后期的这个课程 那么还有我们最后一位 我们的活动策划 那么依旧有我们活动能力非常强的 河内的哥哥海边对吧 给大家去带来 然后他这次的话 我会让他把他的干货全部拿出来 包括到做活动这块 怎么跟商家去对接 对不对 然后怎么能够拉更多的这个商家来进来 然后怎么能够跟我们的这个产品 包括一些销售对吧 那么怎么能够去结合在一起 那么包括怎么就是说跟媒体去大交道 怎么能够跟电视台也好 那么跟那个大的这个商场也好 能够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这些关系 那么这些课程内容 我都会跟海边一起整理好给大家 让大家能够去做持续激烈的事情 因为海边之前提到一句让我是非常认同 大家应该在本地去做自己的这个系列 媒体这些资料 而不是说散出去的 这点我倒会让他详细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好 讲完导师之后 那我们的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呢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刷月本大家都非常的忙 从安圣诞元旦过完之后 我们会有一些空余的这个时间 或者是说 独立人可以给我们的员工一个年假 或者是福利 所以我们的时间是在1月的11号到18号 总共8天的这个时间 那么顺便来北京看看雪 吸一下麦对不对 感受一下北京的特产雾霾 那么课程的地点 是在我们的SWACK HOUSE 也是跟我们的HAPPY'S OFFICE在一起 因为一期的话 可能大家吐槽点比较多的上学院的时候 大家吐槽比较多 就是我们的这个上课的环境 还有这些 所以这一次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这个图片 那么都是非常非常的给力 那么白天我们都可以上课 然后非常有格调的这个地方 那么晚上我们就可以自己玩起来 我们也可以嗨起来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LOF 可以好好玩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课程 还会有些福利 比如说我们的课程 会有一个神秘装备包 对吧 那么这次也是准备了一些 非常有逼得的东西 给大家 让大家既实用 又能装逼 不是那副啊 更更好的 那么我们还会给大家 就是说云丢丢的这个 优先使用权 因为大家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内测 但是我们会优先给我们这次 营销课程的这个工作室 能够去先给他们去使用 那么同时我们也会让大家 如果说注册了这个 淡期的这个团队账号 那么我们也会优先帮大家认证 然后放在首页去推荐 那么同时也会加入到我们自己 黑皮子上学院的营销小分队里边 大家一起去 一起去交流 那么 价格对吧 价格到时候看他们是这么安排定的 但是黑皮子上学院 东西的这个同学 我们会兑现我们的承诺 所以这次课程 你们 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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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三遍啊 但是我们名额的话 会放出一半的名额 所以如果说你要提早报的话 那就尽快 那么这个优惠 只有第一节有第一节上学院的同学有 那么后边就没有了 所以好好把握 那么如果说你是工作室的营销总监 营销专员 全能独立或者是行业新人 如果说这是你需要的 或者是闷闷以求的课程 那就速速联系我们保密吧 看我们的二维码 好 我们北京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